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两件文物是在东华义庄过来的 其实这个已经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曾经两个都是用来运骨席回香港 那些骨席都在外国那里 它们包装好之后 它们就放进一个箱里 那有些曾经是用藤栏的形式 有些就用纸铁箱的形式 那于是就放下了衣装 那我们在衣装那里就拿过来 作为我们去见证这个原籍安葬历史的一些文物的见证 石秀英介绍 据相关考证 华侨回向安葬的传统大约在19世纪中也形成 1850年后 从全球各地航行至香港的远洋轮渡中 在有身故异乡华人的官国不及其数 其中一个早期的例子 是1850年建立的旅美三亿组会馆 由来自南海 潘雨及顺德的侨民组成 专门负责侨乡的运官安葬事宜 档案馆中的几页信件 记录了这段陈锋的历史 那我们见到这封信是1934年 由三藩市一个会馆 它写给东华的 那当时我们因为这么多的信里面 我们就知道其实美国的信比较多 因为三藩市是第一个挖到金的城市 它在1848年的1月挖到金矿 所以开始华人就去了 那这封信其实它一向大部分都是这样 它就会告诉我们 他们已经收拾好那些骨 然后跟着它就会坐什么船 然后跟着它就会告诉我们 那些数目的围下有474 然后它在80个箱 那这80箱呢 因为它运回来的时候 它说那你去开平和台山 那于是条路线就是这样去了 是有了那个地址 就是有了那个目的地 还有是有了那个名 还有什么时候 至此一个遍布全球的运输网络 逐渐破坏而成 作为当时香港最大的华人慈善机构之一 东华三院利用其联络内地与海外的商贸与社会网络 让数以万计滞留海外的华人骨质重归故土 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内地的运输渠道 使得各地商会 桥社 公所等机构的联系与合作更为紧密 现如今 当年的往来书信部 出入益庄记录等多已破损不堪 经专业修复后重现原貌 向世人揭秘了彼时香港庞大的航运规模 与仙桥们的碧露蓝绿的奋斗历程 其实北美洲、南美洲都有 南美洲在秘鲁都有 原来在秘鲁有一种狂 你没听过 是叫做鸟糞 原来在秘鲁很多小鳥 那些小鳥 那些鸟糞都可以做燃料 所以有些人去秘鲁做工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世界各地 那时除了挖金以外 例如在古巴做些什么 古巴是做借源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书信里面 很多是来自北美洲、南美洲 然后跟着有些中美洲 世界各地 东南亚有很多 澳洲有很多 从秘鲁的鸟糞矿 到古巴的甘蔗园 从缅甸的茶田 到澳大利亚的金矿山 一页页档案 重现了华人仙桥远渡重洋 开拓创业的足迹 也铺成了早年间 香港华人慈善机构 在沟通中外、连通东西方面 无可替代、可歌可泣的珍贵历史 《徐一声》 《徐一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